之前洗盘的正常价格是两三千到一个月 现在听说都已经卷到800一个月 你不干人家老莫还真的是抢着干的 恶瓜多尔竟然突然宣布了取消对中国护照免签协议 最后一弄一堆在我评论区钓鱼的起步都要失业了 其实说的也奇怪 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两三年从德州靠坐11路车润进来的真是越来越多了 之前看新闻画面就是青色的老外面孔 就这两年开始看新闻突然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了 可相比之下那些西衣面孔不管是从穿着打扮还是气质方面 一看就真的是从穷地方出来的 而我们熟悉的那些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甚至还有报道说这些人中很多在国内已经是算得上是中产家庭了 最近有新闻还说过 有个女的穿的竟然是大格的羽绒服 我在想能买得起一万多的衣服的人 我真的是不禁感叹这些钓鱼的人是真厉害啊 这都是怎么给洗脑的 现在大漂亮真的是不想再接受这种假难民了 因为也已经过剩了 你工作找不到没有收入 只能像讲师那样去白吃白喝 这些食物都是一些好些人的捐款 要不呢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很多纳税人甚至还没有这些假难民有钱呢 你就想想在美国有几个纳税人是可以穿得起大额的羽绒服的 两三年前通过这种方式到大漂亮的真的不太多 可这两年随着钓鱼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鱼也就越来越多了 生多周少就这么点工作机会 这些润人也是卷到不行 之前洗盘子正常价格是两三千到一个月 现在听说都已经卷到八百一个月或者一千块钱一个月都有人干 你不干人家老默还真的是抢着干的 话说这些墨西哥人是真能吃苦 有些网友还给我留言说 我能吃苦能不能帮我在美国找份工作 只能说你只是你认为你自己能吃苦而已 因为你没有见过人家墨西哥人干活的那股劲 人家钱给的少活还干的好而且还听话 因为哪怕是八百刀也比人家在自己家赚的多了 可问你呢如果你能这么吃苦的话 就算在我们国内去送个快餐送个快递 一个月也不止八百刀 八百刀也就是五千多人民币 至于化学本我听说这个费用应该大概是二三十个吧 你花这么多跑来就为了赚了五千块人民币吗 购买力也完全不同呀 别说八百美元就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严重 什么都贵 两千美元在美国我觉得也是活不起的 这还是有身份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身份再加上英文也不好 工作都难找你还想发财 还有个网友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在美国开Uber 跟他说可以赚很多 可是没有身份你是开不了的 田亭圈不就开了几天吗 他是租的身份 他每天赚的钱就跟别人分嘛 具体怎么分要看对方的那个注册的账号 是新号还是老号 新号是接不到什么单的 所以你跟别人分的可能会少一点 但老号呢接单就多了 可是肯定给别人分的比例也高 有些人还利用润人来养号 把号养好就直接收走了 你天天在外面辛苦的去跑 该分给钱的那部分人家说不给你就不给你了 反正钱是打在人家账号上的 你一个没有身份你拿人家也没有办法 说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你运气好遇到个同胞 愿你拉你一把确实很不错 但这种运气真的很难得的 实际情况是出门在外 千万不要相信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句话 不骗你人家吃什么 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 你一个新来的不骗你骗谁 如果你长时间找不到工作 你也要吃饭 那么大概率你也是会加入他们的 我也就是把我知道的这些真实情况实话实说而已 有些人就说是因为我怕你们来了 跟我抢饭碗 其实不是 如果你们来了 反而对我这样的家庭是有好处的 你们会越来越卷 那我想找个工人给我家搬搬台台 房子修修补补的 最近刚好我要搬家了 那岂不是找这些人我会更加便宜了 厄瓜多尔这条路一封 也许能挽救不少的家庭 但我觉得以那些人的小聪明 还会开辟另一条路 总之能劝一个是一个吧 劝不住的你们愿意花钱买教训 我也拦不住